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从地方人设部系统获悉 根据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企业经营困难的一个情况 人设部决定在一段时间内将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的时间 由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改为两至三年调整一次 而且这个调整幅度呢原则上不超过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的幅度 根据人设部的统计过去五年之间 全国最低的工资标准年平均增幅是13.1% 你感受到了吗